请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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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小姐 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 我们在你母亲卤内 发现了肿瘤 从CT上来判断 是恶性脑肿瘤挽期 这 这不可能啊 医生 他前往年还好好的 而且 他只是记不清楚一些事情 恶性肿瘤的发病症状 因日而异 但一旦发作 随时都可能 威胁到病人的生命 医生 这快什么时候能手术 费用什么的不用担心 我们可以长手 肿瘤的位置太不利了 离主要血管太近 如果强行用手术摘除 很容易导致血管破裂 造成大出血 加上病人年纪大了 身体状况也一直不好 恐怕 连全身麻醉 都会有很大的风险 我现在只想知道 我妈还有多长时间啊 静起来 没想到 我妈还有多长时间 在我身上 你觉得我 伤心是 你是不是 它不太 没想到 你 我 你怎么来了 小陈呢 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 方怡现在情况非常不好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方怡的命 其他什么事都不重要 山洪 你能不能相信我 这件事情不仅对小陈 可能对方怡来讲更重要 我凭什么相信 就凭我这一年多 在两晚宴中午方怡 你都是晚上来 对吧 我跟你说 我这么做 就是不想再制造任何麻烦 你如果还不相信的话 现在就给廖元打电话 二次海膜症的患者 有时候会突然地清醒过来 程哲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方怡清醒过来 看到你了 他会怎么样 你有没有想过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所以每次只有方怡叫我的时候 我才会去照顾他 其他的时候我都是远远看着 你来有什么事儿吗 你来有什么事儿吗 小陈 这个 在哪儿找到的 在那辆车里面找到的 那个时候 你父亲好像说了一句 把这个交给清芳 我当时实在是太慌张了 就掉在了车里 现在才发现 谢谢 怎么了 怎么了 电影状况不好 需要立即抢救 家属请在外面等着 打扫救 我 去 拿来 我知道了 好 教授 我 你 你 她 我 她 我 我 行吗 妈 我不是你妈 我们俩的早就没有关系了 走吧 我从哪儿去 我不走了你别看我 你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还有劲儿管你吗 看不懂 妈 我知道原来是我不断 是我没考虑你的感受 就这么走了 我知道我现在没有资格求你原谅我 不是嘞 我现在说什么都不重要 只要你记得我就好 你让你不说就不说了 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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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找到的 是我找到的 我妈要见你 志强还跟你说了些什么 叔叔他跟我说 我让你这么点 我去这一段时间 他在哪里有的 我继续那一段时间 我给你带你 我看你去这困难 我 Moi 我没想到 我还能感到 我还能找我 和你 我还能保护 我还能保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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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后是自己要见陈志远的 他全部都想起来了 包括这一年陈志远是怎么照顾他的 他也都想起来了 他就是迈不过信中那道坎 我爸走了八年 这八年里我和我妈无数次想象过 他是怎么一个人在那个冰冷的街头离去的 他是不是很痛苦 是不是很害怕 有的时候就越想越痛苦 越想越无助 但现在我们也都知道了 他不是一个人在那冰冷的街头离去的 他还给我们留下了希望 我妈也终于解脱了 那你呢 你解脱了吗 今后打算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沈侯 程志远之间的问题要怎么解决 你手上这枚戒指是阿姨对你最好的祝愿 我相信阿姨一定希望 你能和当年的他一样 找到一个好的归宿 就是阿姨吗 你能用这种筷子 你我是想象力 所以你在才宇宙 去我们好好转量 你需要看银子 weil是你自己是想象征 我都没有了 你搶去 你必须 对我 他在那里 你在那里 他得我 你不信 谢谢 颜先生 颜太太 这么多年 这件事 一直压在我心里 我一直选择逃避这一切 我还自欺欺人地 告诉自己说 这是个意外 责任不在我 可我的良心 从来都没有放过自己 都怪 当年我太自私 所以 才酿成这种恶果 实在是 对不起 我应该早来道歉的 这个道歉 迟了八年 对不起 如果你们在天之灵 能够看到的话 请你们原谅我 尤其要原谅我 这些年 对两个孩子的伤害 要罚就罚我吧 要罚就罚我吧 前段时间 我写了一封举报信给教育局 也正在配合调查 无论要接受什么样的惩妇 那时我最有赢得 那时我最有赢得 都是我们当年 一念之差 回了你们家 希望这迟来的忏悔 能让你们心里 好受一下 晓晓 今天是方毅偷妻 我爸我妈说 他们也想来看看方毅和叔叔 严小辰 对不起 今后什么打算 去美国 还会回来吗 其实这些年 我回来过很多次 都是回来看我妈 特别是到过年的时候 就想一家团圆 我妈现在也走了 我回来也没什么意义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这三年 我学会了非常重要的一刻 就是向前看 我已经没有什么可逝去的了 我唯一拥有的 就是明天 晓晓 你还有我 我想照顾你 不想让你一个人 是因为谁吗 是因为谁吗 不因为任何人 我只是 需要给自己第二次选择的机会 你也需要给自己第二次选择的机会 晓晓你知道吗 你离开这三年 刚开始 我发疯一样地找你 可是却没有人告诉我 你究竟在哪儿 后来我想明白了 我们俩之间的差距 真的太大 我一直在努力 追上你的步伐 希望在重复的那天 你能发现我 不再是曾经那个 幼稚 自私 玩舍不公的时候 而是一个成熟 包容 和理解的我 我等了三年 你终于回来了 直到我跟你相遇 看见你那一刻起 我很确定 你依然是那个我唯一的选择 爱情应该是美好的 爱情应该是美好的 不应该是沉重的 对吧 可是我们给彼此带来的沉重 远比美好要多得多 我们也见证了彼此最曲折的一段人生 我们也曾经在暴风雨中紧紧相拥过 或许 我们之间早就不是爱情了 那是什么 是彼此生命中就专门了 给我们专门 我们的蜜色 好 我会得国高峰 我们讨厌 现在这一点 找好 我会对她的 它尽量 就是 我 是我 以前 把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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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曼罗兰说过 世界上没有一个生物是自由的 就连控制万物的法则也是不自由的 也许唯有死亡才能解放一切 在死神的大门前 不管他们的出身 背景 不管他们的恩恩 怨怨 他们都只能平等地坐在椅子上 安静地等待 没有人能走关系躲避死神 也没有人能藏住秘密 延缓死亡 一切都回归到 一个简单又极致的问题 生或死 生能拥有什么 生能拥有什么 死又会失去什么 也许唯有在死神的大门前 当人们发现 死亡是这么近 死亡又是这么平等事 人类才会平心静气地思考 什么是最重要的 我们所念念不忘的 真有那么重要吗 程总 您回来了 程总好 程总好 好久不见了 程总 穿得终于有上班的样子了 继续忙吧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各位 程总好 好久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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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总在哪儿 在 你发没发现 程总这次回来 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又帅了 承日花人一薰 有点重新出发的意思啊 出发 去哪儿 去美国找CD啊 那乔总该不乐意了吧 乔总怎么这么不乐意啊 走 走 走了 走了 乔总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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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总好 你怎么不早来呀 回来了一工 就这么走了 这么多年我也没有放过假 怎么 需不需要我给你打个假条 有有有 不敢不敢啊 这公司是您的 您想歇多久是歇多久 要是有一天公司缓了 跟我可没关系 躲在被子里哭的人 要不是我应该是你 行 看你状态不错吧 我也能放心的 我想好了 等我度完假回来啊 就换你了 好 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去美国找森林了 你开什么玩笑 我找他 应该他回来找我 行 还是忘不了吧 我调个纪念不行吗 行了 我是真弄不明白啊 你说这严小辰的母亲已经原谅你了对吧 那你还有什么不敢面对的 我说你在讨论别人情感问题的时候 能不能不要那么轻松啊 你先想想你自己行不行 刚才Cindy啊 给我发的一个视频 你给我 近日 一段飞机险些失事的视频 在网上广为流传 其中引发网友热议最多的是 当中的一对年轻的 不严小辰跟沈黄吗 他们原本并不坐在一起 却在以为生命即将走向最后关头之时 勇敢地跨过人群 紧紧相拥 想不到一场虚惊 竟促成一段良缘 如果你也有着默默心仪的另一半 是否也应该像他们一样 勇敢地鼓起自己的勇气呢 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表白的话 那就把这段视频发给他吧 如果不敢表白 辛迪为什么发给你啊 你可别多想啊 她就是以跟我跟小辰 共同好友的身份来告诉我 不要像她以前一样 在一个没有结果的感情里面挣扎 到最后对谁都不好 好 你应该问的问题是 心里为什么没有把这个视频 发给你了 他愿发不发 我说你这椅子真的不适应 他们原本并不坐在一起 却在以为生命 即将走向最后关头之时 勇敢地跨过人群 紧紧相拥 想不到一场虚惊 竟促成一段良缘 如果你也有着 默默心疑的另一半 是否也应该像他们一样 勇敢地鼓起自己的勇气呢 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表白的话 那就把这段视频发给他们 你来拿我的酒 你先牵我 走 你怎么还这么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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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了多少 你刚才说 你干吗来的 我来拿酒啊 酒 什么酒 你不会把我的酒喝了吧 我就知道你没这么大胆子 现在喝 打开 干吗 等会儿 等会儿 想喝可以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你这次回来 是舍不得我呢 还是舍不得这瓶酒呢 其实 我是舍不得 酒 解定啊 解定 你热 热吗 我好冷啊 我接下来说的话很重要 你听好了 三年前 你说你不想看到我 我做到了 但今天是你自己回来的 回来了 就不能走了 不能再离开我了 明白吗 来 你们俩怎么突然在一起了呀 打住啊 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 对 一起住的普通朋友 你不喜欢啊 不喜欢 我可以搬出去啊 没问题啊 我又不拦着你 幸好我有房有车 房的就是你们男人玩这种 不至于吧 不至于 他就是愿意给自己加喜 老婆 你跟我回美国吧 别闹 那我就自己回去了 别闹了 看着呢 听话 小陈啊 我还是想替程志远说句话 其实她 人家俩有感情的事 你插什么手啊 是你看你这话说的 就好像你没插手似的 那视频不是你发的 小陈是我姐妹 我插手当然是为了小陈好了 不是那程志远还是我哥们的呢 我也是为了他好 咱俩都 好了好了好了 别因为我的事在这儿争 我自己的事嘛 我还是自己做决定喽 好 等下看你们幸福我就很开心 南方 谢谢 你这儿要去哪儿啊 有必要告诉你吗 行 我说也行 那咱就喝一杯 这一年多以来 谢谢你对方姨的招呼 你之前说话 好像没今天这么好听 没有 以前我们是对手 现在我已经出去了 什么意思啊 你跟小陈 其实那天晚上 我看见你们两个那个拥抱 我就应该明白了 原来那天晚上你也在啊 原来那天晚上你也在啊 我说沈侯啊 其实我挺不愿意告诉你的 那天晚上你也在啊 但那只是一个友情的拥抱 现在我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倒是你们在飞机上那个拥抱 才让我释然了 今天是我的好朋友 在这儿要为他唱一首歌 也要把这首歌送给在座的我的两位故人 比喻 我看不见她 你也想高兴 我妈 你想高兴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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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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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